来了 台湾国际蓝展终于要登场了 市长黄伟哲先带大家来主展区看看 这是真的 这真的蓝花 真的蓝花 白的 桃色的 粉色的 黄的 好多颜色 好多蓝花 布置出各形式的展区 这次蓝展以蓝花奇幻世界为主题 规划了奇幻森林 海底世界 山林瀑布 险恶鬼岛 甜蜜森林 沙漠 绿洲 孟幻承包等奇展区 其中还有这一次蓝展的限定版 就是业者以奈米科技喷软技术 打造出的乌克兰国旗色调的蓝花 不仅是鲜艳的蓝花 不仅是科技的结晶 还有农民心情的成果 统统展现在你前面 因为疫情停办了两年的台湾国际蓝展 将在3月26号到4月5号 在台南后壁区的台湾蓝花生物科技园区重磅登场 而3月27号会有场台湾蓝花义卖 限量200到300株 义卖所得将全数捐赠给 正在基金会的乌克兰专户 另外这次还有550盆的蓝花小盆栽 民众只要凭今年1月1号到4月5号 住宿台南合法旅宿的发票等证明 就可以到现场兑换 台南官员局说 2022年的台湾国际蓝展 好看 好吃 好玩 绝对会让大家很难忘 台湾国际蓝展 等你哦